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不抽烟 却人力患肺腺癌 且这病可怕地方在于 病症八大症状 气喘 胸背头喉咙痛 沙哑咳嗽等和新冠感冒症状重叠 以致病患直到被认定确诊那刻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染病 近75%病患发现时已到晚期 老烟枪家族史中标几率还是最大 想早期筛出靠基本进检 照X光仅能照到一公分以上肿瘤 未必抓得到 目前筛减肺腺癌最灵敏的 还是要靠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 肺腺癌在目前肺癌中人数最多 而叫好发于女性 初期症状不明显 除了目前衰减计划的两大对象 分别是高风险的肺癌家族史 五十到七十四岁的男性或四十五到七十四岁女性 及重度吸烟者五十到七十四岁民众之外 独住每两年免费筛检一次 医师也建议四十五岁以上民众会担心可自费五到六千检查 以新光医院来说 疫情前筛减人数一天至少二到三十个 疫情期间大家不敢到医院 人数几乎挂临 疫后已逐渐恢复 早发现早治疗 别让肺腺癌成为沉默杀手 TVBS新闻中的任务宣同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